上一集的时候我们是在讲诗经王丰采歌的政治说 那现在我们要来看感情说 那感情说呢它有分四个部分 一个是迎奔说 怀友说 夫妻情感 还有恋人情歌这四个部分 那政治说还有更多详解 请看上一集哦 那我们再来把诗看一遍 诗经王丰采歌 笔采歌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笔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笔采爱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笔采指植物才是茂盛的意思 以茂盛的植物呢 象征思念之情深且浓 那翻译就是呢 那些茂盛的格啊 短短一日不见 就长得像三个月那么茂盛了 那些茂盛的肖啊 短短一日不见 就长得像三个秋天那么茂盛了 那些茂盛的爱啊 短短一日不见 就像长得三年那么茂盛了 那我们看第一个迎奔说 这个说法是诸熙的诗集传所提出来的 它诗集传卷诗里面说呢 父也采格所以为痴戏 盖盈奔托以行也 故应以止其人而言思念之声 为久而似久也 那痴呢是戏格部 戏呢是出格部 痴戏呢就是指夏天所穿的格衣 那什么是盈奔呢 盈奔就是男女不以礼合 私相奔就 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经过婚姻 这个礼法的约束 然后他们就是私下相会的男女的感情 那他有可能是双方都合一的恋爱关系 那也有可能是外遇的关系 比如说已婚人是与别人外遇这样子的关系 那朱熙诗集传卷诗的意思是说呢 诗经王丰采格是以平铺直续的手法写成的 茂盛的植物是格用来制作衣服的 盈奔之人以这首诗呢 为自己的行为做隐晦的寄托 所以用诗来形容跟自己盈奔的人 短时间的分别却像分别已久一般 而且呢在以前是重男轻女的时代 所以在盈奔在旧时的主角呢 多指女性而言 所以呢 如果以朱熙诗集传说这个诗是盈奔的话呢 推认为作诗者为女性的视角 那朱熙认为彩格这首诗呢 他前面写父也 就是说他认为这篇文章是以父的形式写成的 那父就是平铺直序 平铺直序就是写实的白描法 那因为呢 这是写写实的白描法的场景 因此格宵爱只是单纯的植物场景 而盈奔就是外遇嘛 那就是在外面 就是不合理法的弹感情这样子 那以前的人他们是没有旅馆的 都是在草地野河 因此呢 格宵爱这三种植物在这边的作用 只是语音的重复叠塌而已 那野河的场景是充满格宵爱的草地 因为呢 格宵爱本身没有其他特别的意思 所以就朱熙的盈奔说 这个说法来看呢 就可以推论说 他在《财歌》这首诗里面说的笔 是指之物 才是茂盛的意思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诠释翻译 在之前也讲过了 大家就先看一下这样子 那虽然这样子的翻译呢 跟上一季政治说 《赤禅说2》的翻译是一样的 但整体的寓意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盈奔之地 本来就是要找草丛茂盛顺的地方 因为它不想让人家看到嘛 所以盈奔者就是希望呢 草快点长长 能够继续行苟且之事这样 再来我们来看怀友说 怀友说呢 有姚继衡方郁论 跟王子三位学者所赞同的 那清代姚继衡的诗经通论呢 他说 当小婿未聚禅无聚 且未一日不见君 便如三月一字三岁 扶人君远处深宫 而人成各有直视 不得常见君者亦多矣 必于日日见君方免于禅 则人成不被禅者 几何 岂为通论 那这个兰字的部分解释请见上一集哦 那接着他又再说后面 极章为迎奔有可恨 极为妇人私夫 亦息不可 何必迎奔 兰终非亦之正 当作怀友之师可也 那这个意思是说呢 朱熹 是极章认为本师是在写迎奔 是尤其可恨的 即使是说呢 已婚夫人失念丈夫也是可以的啊 何必要说 一定要说是迎奔呢 然而不论是妇人私夫或是迎奔 都不是一个持平的讲法 就是不是一个中庸的讲法 所以呢 要解读师的时候呢 这个姚继恒他认为 应该要取一个中正持平的讲法 所以呢 当作怀友 就是思念朋友 这样子解释来说就可以了 就是不会过于不及的意思 那清代方育论的 施敬元时也说呢 采格怀友也 福良友亲情如夫妇 一朝远别不胜相思 此正交情深厚处 故有三月三求三岁之感也 清代方育论 施敬元时认为呢 采格这首诗呢 是在描述对朋友的思念 福是文言文中的发语词 表示提示作用 良友情亲如夫妇 好朋友的感情 像夫妇一般的亲密 一交远别 忽然有一天 面临长时间又遥远的两地分别 不生相思 不生相思 就是承受不了这样的相思思情 使正交易深厚处 这正是友情交往深厚之处 因此分别有三个月 三个秋天 三年的有感而发 那王志的诗总文说呢 当是同志在也之人 独世而不与俱 故有此词 王志的诗总文认为呢 原本是要两个 没有做官的好朋友呢 其中一位突然要独自去做官了 另外一位无法跟他一起去做官 因此写了这首诗 那谋庭的诗窃呢 他的解读是说 这个彩格这首诗是在描写夫妻间非常亲密 不愿意分离的情感 那诗窃里面说呢 彩格次人娶妻而不出业 而图逆其色 一日不见 则诗之如三月之久 意思是说呢 谋庭诗窃认为 彩格这首诗呢 是讽刺人娶妻而不想出门 自己不出门也不让妻子出门 那不出门的原因是呢 丈夫只知道沉溺于妻子的美色 一直看不见其实就好像三个月 九个月三年这么久的这个时间 形容新婚出情 难舍难分的情感 那这个格肖爱呢 在这边谋庭诗窃的解释呢 就是跟毛诗里面的解释是一样的 但是呢 他有自己的一个诠释在 那谋庭诗窃说呢 彩格育人娶妻以致赏音也 彩肖育人娶妻以奉祭世也 彩爱育人娶妻以恙父母侍奉医药也 那毛传里面说呢 格所以为痴戏 肖所以公祭世 爱所以了及 那详情请看政治篇的讲解 因此这首诗的前面的那个笔呢 它就指代为采摘葛肖爱之人 那由诗窃中 他说欲人娶妻所云而言呢 所采摘葛肖爱之人 就是为妻子做师之人的视角 则为丈夫的视角 因此呢 全诗翻译为 那为采格的人啊 一日不见好像分别了三个月一样 那为采肖的人啊 一日不见好像分别了三个秋天一样 那为采爱的人啊 一日不见好像分别了三年一样 有相同看法者 就是文艺多的风诗类超 那他里面说到呢 采集皆女子是 此所怀者女 则怀之者男 文艺多的风诗类超认为呢 采集都是家中妻子做的工作 在此诗中描写丈夫思念妻子忙碌的身影 曹福林则根据 善国善伯解孔子思论第十七简的提示 财格之爱妇 认为此诗的主子就是爱妇 认为呢 这是远速降世对妻子的思念 那上一集同样是引用孔子思论之爱妇 但是上一集的解释是以聚禅 政治说的这个方向去做诠释的 那这个超认生生者认为是丈夫对妻子的思念 但这种思念并非像是谋庭师妾说的舍不得出远门 而是呢 已经出门了就是远在当兵的丈夫对家乡妻子的思念 那第四种说法就是恋人情歌 那恋人情歌有女方视角 像是基本的诗说解怡 彼子男子而言 盖于女所诗者 意思就是诗说解怡认为说 那个彼呢 是说那个彼是指一个男子而言 那所以作诗的女生呢 就是一个女性的视角 在思念一个男性 那第二个就是男方的视角 高亨指出 这是一首劳动人民的恋歌 他写男子对于财哥财消财爱的女子 怀着无限的热爱 陈俊云说呢 这是一首思念情人的诗 一个男子对于财哥之下部 财豪宫祭祀 财爱致病的勤劳姑娘的无限爱慕 就唱出这首诗表达他的生情 那我们财哥从上集到下集 我们就已经完全的就是讲解完毕了 那这个下集我一样也会出电子书 那连结我一样稍后 稍晚会贴到我们的这个影片的下方 其实诗经它有很多种诠释方法 就是看诠释的人用怎样子的角度去做诠释的 那我本身比较偏好是毛诗传 还有证监这种比较古老的一种 传统的一种讲法这样子 那后面有各种多样化的一种说法 也是很有一个参考价值 用更宏观的角度去欣赏一首诗 红尺 切 红尉 鲦 上面 萝 smiling